通知廚房 Hello 大家好 我是通少 我都出過不少野味的雞腿食譜給大家 這次一於搞搞新意思 讓我做一個香口野味 爆炸汁 外皮脆薄薄的黃金棒棒雞給大家試試 這個雞腿焗好之後 還可以配上不同的調味料 做出不同的口味 現在 首先我們要把雞腿洗乾淨抹乾 然後就要在雞腿的尾部 用一把剪刀 將皮和肉圓骨剪開 如果你家裡有一把絕世神丁 超級鋒利的刀的話 大概5-10秒就可以完全做好這個步驟 就不用學我這樣用剪刀 又或者你有一把超級勁的去骨刀 一下子把雞腿的尾部斬開 這樣也可以 接著我們就把雞腿打直 然後就用手 把雞肉和雞皮向下推下去 坊間一般的食譜會把雞肉反轉 而我就不會這樣做 我要保持它的雞皮在外面 推好雞皮和雞肉之後 想做得更好一點 我們可以再把雞腿整理一下 例如在雞腿的底部 還有雞皮和雞肉黏著的話 你可以用剪刀 又或者用刀桌去切走 不過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也可以不理它 烤好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都會包一把石紙 怎樣都看不到它 而這些很粗粗白色的筋 盡量用剪刀或者用刀桌做走 這樣吃起來雞肉就會沒有筋 感覺就會更加滑 如果不是就盡量把它放在肉裡面 讓它們不要露出來 看起來相對來說就會比較漂亮 做好雞腿之後就放在一個器皿裡面 加入我通宵指定份量的調味料 給它一些味道 沒有時間的話至少都要醃它一個小時 如果可以把雞腿醃製三個小時以上 它們的味道就會更加好 把雞腿醃製好之後 在焗之前要上一上粉 這樣焗出來雞腿才會夠香脆 在上粉之前不妨整理一下雞腿 例如確保一下雞皮或者雞肉不要縮一塊 我們用手弄好它 之後就把雞腿放在粉堆裡面 要令到整隻雞腿都被粉包住 在這裡我用的是粗粒番薯粉 吃起來會特別香脆一些 沒有的話你可以改用普通的中筋麵粉 又或者用粟粉也可以 想好粉的雞腿 我們就放在一個鋪了牛油紙的焗盤上 然後循例都要整理一下 確保每一隻雞腿 看上去都要脹筋筋 將雞腿拿去焗爐焗也好 又或者用氣炸鍋氣炸也好 焗爐和氣炸鍋都要預先預熱好 另外雞腿上面一定要掃油 又或者像我一樣噴油上去 這樣焗出來的雞腿才會夠香脆 將雞腿放進預熱好的焗爐 又或者氣炸鍋裡面 用我指定的時間和溫度 將它們焗到金黃脆薄薄就完成了 還有這個雞腿是完全不需要翻 所以雞腿正在焗的時候 你可以走開 完全不需要理會它 趁雞腿正在焗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家製一些椒鹽 稍後灑上雞腿上面吃 做法其實很簡單 只需用指定份量的花椒 和一些鹽 白鑊小火 慢慢炒到鹽鑽色 再將它們用食物處理器磨碎就行了 詳細做法可以參考我以前一些舊片 又或者去看看我文字食譜 如果真的不想煩 可以去超市買一些現成的椒鹽都可以 不過自家製的一定好吃很多 如果小朋友不吃得辣 不想用椒鹽的話 就不妨試一下我的日式照燒汁 吃下去是甜甜的 非常好吃 只要將指定份量的材料 放在鍋裡用大火煮滾 然後再加少許粟粉水和它埋芡 等待雞腿焗好塗上去就可以了 你看看 哇哈哈 雞腿焗好了 你看一隻隻都多金黃飽滿 最好就是讓雞腿休息5分鐘 才好咬下去 剛剛焗好的雞腿 它的肉汁很澎湃 如果這個時候一咬下去 很容易會辣爆自己的嘴 另外我們用石子 包住雞骨頂部的位置 這樣看下去就會更加乾淨 綺麗 不喜歡用石子的話 你也可以用刀槌刮乾淨 焗好的雞腿 再灑上我自家製的椒鹽上去 就會搖身一變 成為台式夜市風味的 鹽酥鵬鵬雞 嗯 味道真的夠野味 各位老友準備好啤酒汽水 這個雞腿是超級香口惹味 你吃完一隻之後包你停不住 這一隻灑了芝麻 塗了日式照燒汁 就是為小朋友特別易切的照燒棒棒雞腿 味道夠香甜 小朋友就一定喜歡吃 這個棒棒雞腿不單簡單易做 而且金黃香脆 肉嫩多汁 大家都快點試一下 這個棒棒雞腿 再配合其他不同的調味料 又可以創出很多其他不同的新口味 例如你加點紫然粉 和一點點辣椒粉 就會變成新薑風味的棒棒雞腿 又或者你加一點點蒜粉 和蜜糖 就會變成這個蜜汁棒棒雞腿 真的可以變化多端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做三個指定動作 就是要給like share給你朋友 和按鈴鐺 我新片一出才可以通知到你 要重溫這個食譜材料的份量 或者想看看材料是什麼樣和什麼牌子 就記得去看文字食譜 連結我就放在這條片的資訊欄 文字食譜不單有中英對照 份量也可以隨意更改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